贵州招警拦截这辆 龟宿的白色面包车 从前方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过走到侧面 一堆人贴着窗户 明显超载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面包之后呢 是晃悠悠的 然后底盘就被压得很低 然后速度很慢 仿佛随时都要power一样 警方要求车子靠边 打开车门一看 里面的人差点跌了出来 而数一数人数 情况让人傻眼 三个 住了一分多钟 回头看看里面竟然还有人 一辆合在六人坐的面包车 结果竟然装了51人 这些全是要前往工地施工的工人 为了方便一趟OK 驾驶拆掉后座 硬是塞了49个大人 让警方傻眼 而另一头在安徽 一个酒醉驾驶 同样令人头疼 警方蓝亭最假司机 没想到驾驶拔腿就跑 交警追赶一路 总算逮到人上靠 警方无奈遇到这种情况 而奇葩违规行为 让交警在执法时 开了眼界 记者综合报道